彭泰新闻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 运薪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陈魏 埃克森美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区主席谭然克 中国工商银行 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韩松 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 广东恒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丹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方电网公司首席技术专家饶红 中国科学院院士 深圳湾实验室主任严宁 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张立群 等产学研各界代表 共聚一堂 共会广东高质量发展新话卷 据广州日报新花城客户端消息 在18日召开的大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 深圳湾实验室主任严宁 作为科技界代表发言 他表示 这一年来 在粤港澳大湾区 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他不是旁观者 而是一名建设者 为此感到非常幸运 和前所未有的创业的快乐 体会到了梦想成真的成就感 与深圳的Honeymoon 已经变成了Honey Year 正在向Honey Life发展 新春第一会 严宁点赞了广东的春节 这是我在深圳过的第二个春节 来到广东 才知道春节何以为春 繁花似锦 气候宜人 特别是别具一格的花式 让我这个北方人大开眼界 让我大开眼界的 不仅仅有南国风光和广东民俗 还有广东 深圳的速度 温度和力度 不过短短一年 我的梦想就在深圳 这个梦想之都落地生根 迅速开花结果 严宁说 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想着在与深圳的蜜月期之后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 但现实是 在我们筹建深圳医学科学院 这一年里 从广东 深圳各级政府部门 听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分别是服务和保障 我的工作伙伴们 不仅勤奋务实 而且敢想敢闯 于是 我们的场地短短半年 从毛坯房 变成了现代化的实验室 广东媒体介绍 围绕着神经与精神类疾病 传染病 自免疫疾病 生殖发育与老龄化 神经生物学 系统与计算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等 深圳湾实验室 和深圳医学科学院 已然吸引了 近70位优秀人才 独立领导实验室 在建设场地和硬件的同时 把科研人员 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保障全力投入创新 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 强国验证格局的形成 提供重要战略支点 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 深圳湾实验室 和深圳医学科学院 正在打造全新 Smart Program 坚持高级点 国际化 重交叉 破边界 整合优质资源 在粤港澳大湾区 探索教育国际交流 和博士生培养的新机制 同时 利用光明科学城的政策优势 锻造成果转化的生态链条 推动可持续 高效率 规模化 创新药物研发新模式 在发言的最后 严宁诚志说道 作为切身体会到 广东的高质量发展的我 借此机会 再一次向海内外的朋友们 发出邀请函 Join S Be Smarter 让我们一起打造 生物医药的东方大湾区 去年11月22日 2023年 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 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59人 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74人 其中 45岁的结构生物学家 严宁新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目前 严宁担任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 深圳湾实验室主任 清华大学讲习教授 中科学院的报道 准备